大家好,今天我录了一段视频 视频的标题叫《惊天大揭秘》 中国人民群众做梦也想不到 中共的现行体制是以反人类罪行为核心构建 中国人民群众做梦也想不到 习近平的真面目 我问你为什么最近要录这个视频呢 就因为整个事情已经开始进入尾声了 黄兴国被处理了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去世了 那么我谈这个事情呢 就谈到了中国的根本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存在革命吗 不存在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可以改良吗 不可以改良 中国的出路就是照着毛泽东 江青 邓小平 说的做 处理反人类罪犯 杀人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放人 公布历史真相 其他的路都是行不通的 我现在郑重的告诉中国从上到下的几千万的官吏 政府工作人员告诉13亿中国人民群众 事实的真相 不要再被现行政府的谎言所欺骗了 我希望大家保持清醒的头脑 也就是说 先跟大家说几个核心关键的问题 天津为什么大爆炸 天津的处理为什么如此重要 牵涉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三件事情 第一 1949年政协会议 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有一票反对 张东孙 第二 毛泽东建立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不是按照别的方式在建设中国 他是按照圣经的启示录 进行从1949年10月1日 一直到今天的所有的一切 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 黄兴国的案 牵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 就是刘青山 张子善 他在哪里进行审判的呢 在河北保定 两万人大会 1952年 毛泽东在1952年11月22日到了莲花池 那里是元代汝南王张柔和他的副官毛正清的这个 复宅 刘青山 就是水浒 山代汉 把张东孙和张子善联系起来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姓张的儿子 他很善良 当时 有一个姓张的孙子 才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才是国家的主人 所以你毛泽东不能当主席 这样张东孙 被迫害了一辈子 张深甫 被囚禁了一辈子 张东孙的孙子 被逼无奈 在中山公园 与一个共产党的女特务结婚 被监视了一辈子 就叫真相 所以天津 涉及到重大的国家机密 这是基础 那么在五十年代 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现在读过现代启示录的人 读过这个圣经启示录的人都知道 圣经启示录开篇提到 有一个孩子 他戴了一个王冠 而有一条大红龙 要吃这个孩子 于是乎里里外外 就发生了纷争和斗争 这就是共产党建国以后 所导演的一切 那么那个姓张的孩子是谁呢 张子善那个时候 是我的父亲 那这个孙资本的人是谁呢 就是我 我叫张杨 我出生在11月23号 11月22号 就是毛泽东到宝丁的日子 那么当时 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 是以反人类罪行为核心建立起来呢 中共的政治体制 为什么是以反人类罪 这个罪行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呢 是因为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台湾的蒋经国 台湾的蒋经国 毛泽东 苏联 三家达成了协议 贩卖张家人 也就是说贩卖人口 活摘器官贩卖 美国参与了这件事情 当时是冷战 我现在所住的这个农居院这个地方 原来有一个杨枣寒春 每一次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领导人 外国专家的时候 都最先接见的这两个人 那个女的就参加了曼哈顿工程 如果大家看一下1995年 美国总统克林顿 发表的美国政府白皮书 以及纪录片 解密 人体实验 这部片子就知道 美国在冷战时期 是从曼哈顿工程开始 利用人体做活人人体实验的 同时中国有一本小说 叫张阳写的第二次握手 写的中美关系 其中也影射到了 拿人体做实验的 这个反人类罪行的核心 也就是说 中国政府 对我们家的祖孙三代 进行了活摘器官贩卖 到我这一代呢 我就成为了一个皇帝 对外宣称啊 我是皇帝啊 地主啊 那么在共产党这个体制之下呢 实质上我是什么呢 是被囚禁 活摘器官贩卖 当畜生一样虐待的儿童 从我一出生就开始了 这就是为什么 毛泽东最后一阵 秘书叫张玉凤 张玉凤 张玉凤 就是说最后呢 娶老婆这件事 以这个孩子 娶老婆这件事 为遮掩 对他进行人体实验 进行博弈 所谓博弈呢 就是活摘人体 活摘人脑器官贩卖 投毒行凶杀人 残酷虐待批斗 当畜生一样 大家看过印度电影 拉子之歌吗 那个孩子被赶到 流落街头去偷东西 拿活人做人体实验 那么邓小平提出的 摸着石头过河 这句话说的很好听 这个石头是什么呢 就是我 拿我做人体实验 看我怎么做 他怎么做 看我怎么做 他怎么做 看我怎么做 他怎么做 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为什么中国不能马上实现 民主的这个共和的制度呢 咱们就谈一谈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当时赵紫阳和胡耀邦 对吧 他搞民主 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想到 什么多党制啊 民主选举啊 共和没有这种准备 对吧 六四的时候 我呢 坚持的是中间路线 制止内斗 那么我顺利的过关了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 共产党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虐待和迫害 然后呢 他们欺骗我的父亲 说我将来可以当国家领导人 但实质上呢 他们从九四年开始 就开始对我进行活摘人体器官贩卖 做人体实验 进行脑控监控 诬陷我是同性恋 强奸犯 从小就对我进行性骚扰 性虐待 八四年给我投毒成假肝 八四年 中国通过 活摘死刑犯的 人体器官的 这个法律规定 所以这就从此 我就在人体实验场 像畜生一样 被活摘贩卖了 那么在中国2008年起 这个体制开始进行了上层建筑改革 我就非常纳闷 所有的中国人民群众啊 你们想想 上层建筑改革 他为什么要残酷的虐待 迫害 殴打 谩骂 侮辱我这样一个老百姓呢 一个老百姓怎么可能是上层建筑上的人物呢 道理非常简单 这是以此一场谋杀 因为他对我们张家人活摘人体器官贩卖 残杀 虐待 迫害 进行草不人道的人体生理实验 持续进行了祖孙三代 他以上层建筑结构改革为名 蓄意谋杀 这就是张一谋的电影 蒙警 然后诈骗钱财 谋财害命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不存在上层建筑改革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建立初始 他就是建立在以反人的罪行为基础的 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 那么到我这一边的时候呢 大家看过火烧烟命远垂涟听政吧 那里有个小皇帝 叫同志 小同志不要乱弹琴 那个演员姓张 但当时我的情况在什么呢 我正在仓库里 和这个美国的曼哈顿工程的专家住在一起 在人体实验场 而且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投毒行凶过多次 在我的家的周围 遍布了很多人体实验机构 这就是共产党的原罪 国家的原罪 也就是说 在中国一开始是毛泽东领导一切 后来摸着石头过河 拿我做人体实验 贩卖到今天 然后以上层建筑改革 解决毛泽东问题为借口 制造他方事件 对我进行蓄意谋杀 结果罪行败露 当时凶手不仅给我母亲投毒 造成我母亲肾癌 至今还在血透 而且给我父亲投毒 造成糖尿病 他们当时还栽赃 他们从2002年起 伪造我的精神病病例 栽赃我是精神病 妄图杀人灭口 他们在2012年曾经威胁 割掉我两个肾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们为了不暴露罪犯凶手的身份 一直在用微波神经控制武器 在我家内行凶犯罪 也就是说 他们所提出的什么 国家的核心领导人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对不起 他们没有一个是核心 真正的核心是我 因为这个体制 就是建立在 拿我进行人体实验 以我人体实验的结果 结论 结果 为决定 然后进行国家的各个方面的建设 博弈论应用到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 那么像习近平 江泽民 胡锦涛 这样的领导人 真的像外边传说的那样指定的政治上的任命吗 不是 他们都是毛泽东时代埋下的种子 外边的政治是假的 这才真相 所以说在中国 有两个领导人 一 已经去世的毛泽东主席 他还躺在那 为什么邓小平让他躺在那一直躺到今天呢 因为我的存在 我的人体实验的结果 决定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政策 和大政方针 也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十多年的历史 完全是建立在 以人体实验为基础的 反人类罪行的国家体制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制度 那么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在中国经济建设的政策方针上 六四 我认为制止内斗 但不能行凶 经济建设以实业为主 房地产次制 第二位 但是共产党采取的政策是什么呢 政签反 发展房地产 压制实业发展 尽快挣到钱 他把其大量钱财引没海外 完后制造经济危机 他方世界 几多把我活埋 治我一死地 现在他们还在用神经控制武器 在我家内进行一天24小时的残酷虐待殴打 然后他们对外宣称 我是小孩 对外宣称 我是精神病 对外宣称 对我进行政治审查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 我在巴拿马文件里头 查到了10个注册地址 19家注册公司 其中的officer都叫张阳 现在在宣武器注册的那家公司 叫 就是什么呢 红色花儿开发展有限公司 在这个世界顶级注册公司 那么我的这个 与我相关的离岸注册公司地址呢 就包括天津 杭州 北京 北京毛泽东躺在这里 杭州 断桥 见人说人话 见鬼水果 说鬼话 风月无边 乾隆的题词 G20会议 蒙州 杭州成为毛泽东 成为第二故乡 下一个就在天津 我的注册地址 就是在这三个地方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他建立的那一天开始 就是以贩卖人口 活摘器官 泛败 进行人体实验为基础 进行的国家建设 我就是那个核心的人体实验品 我的人体实验结果 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一切 但是为什么形成了中国经济建设 到今天这样的结局呢 为什么我在各方面受到了虐待 和迫害呢 第一 很多人知道内情 我是被活摘器官 翻败的对象 第二 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是我眼中钉 肉中刺 共产党后来起来的这些有钱人 更是为我眼中钉 肉中刺 因为我代表了国家的原罪 但是他们无可奈何 为什么 这笔买卖 牵涉到了国民党的 牵涉到在台湾的国民党 蒋经国当时与苏联联系和共产党联系 加上美国和英国一起做了这笔买卖 这是冷战的结果 所以共产党拿我无可奈何 那么我们家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 我们家在共产党短短短的几十年的共和国的历史上 至少失去了26个儿子 每2.68年 我们家就死一个人 这就是真相 而且共产党在我们家人的生意上动了手脚 我们家本来男丁兴了 现在生不出儿子全是女儿 我们家原来有多少钱呢 大家知道八十年代的时候 容易人的资产是多少 一千万 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家的房子的资产就价值一千万 不值钱的他不会卖的 这就是人家 中国各级官员 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这个生签的路数 说村长是选出来的 对吧 县长是买出来的 省长是生出来的 为什么形成这样的体制呢 因为他都伴随着一个故事 从毛泽东死后都伴随 实际上从毛泽东开始就这样了 伴随着一个故事 就是我娶老婆的故事 但是为什么我娶不着呢 我同性恋 他说我同性恋 说我精神病 给我进行投毒 传染我性命 栽赃逼粮为常 不让我找着工作 对我进行虐待 我们家楼上一天对我24小时监控 威胁我父母 残酷迫害我家人 甚至想残杀我的外甥 我们家很多人死得不明不白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80年代 我的姑父就是被共产党特务 推到火车道里压死他 所以这样一个反人类的体制 他怎么可能要民主呢 本来在中学时代 我学习优秀 但是共产党利用他的行政手段 毁了我的前程 把我发配到吉林 然后在大学里做了个局 栽赃我 栽赃我重新练 然后发生了激烈冲动 回来他持续迫害了我三年 忘了置我为死地 然后栽赃我精神病 然后在我们家周围大开妓院 毕童为常 传染我性命 我接触都不到别人 全是共产党的女偷 多少次在公共场所 我遭到共产党流氓的威胁 大家知道中国的体制是怎样运作的吗 为什么省长都是生出来的吗 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姓氏名称专业 被提前安排配置 安排好 然后根据我这个人体实验的步骤需要 一步步像马其盘一样 马到你这个政府机构里头去 所有的官僚都是这么来了 包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 他们叫什么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张德江 张阳啊 他们害了你 江泽民害了你 但是你要以德报怨 对江泽民要以德报怨 要讲仁义道德 张高丽 09年我碰到一个高个儿的女人 基辛格建毛东时候就有一个高 基金格的老婆就是高个儿女人 张高丽 刘云山 就是什么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带险风 刘云山 水浒水波凉山 王岐山 你让他们交代一下我的绅士 和启示录是怎么说的 一开始是个王 传说是个王 习近平 人之初性本善 习相近 这个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 而习相远 鼠目寸光 就是一个平凡的世界 江泽民合起来就是江湖 毛病合起来就是一个有毛病的下等人 还有一种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就是 我说共和管理是毛邓胡找江湖习 一个王媳妇 呼啦啦 大煞警 大家知道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了吧 为什么中国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了吧 因为这是世界的要求 这笔买卖的要求 所有的中国大政方针 全出的我的人体现场 所以中国这些官僚 不仅踩着火 登上了高官显觉 吃香的喝辣的贪污腐败 富可敌国 而且把居国财产隐匿海外 对我百般虐待 唯恐我不死 上层建筑改革 为什么对我进行惨无人大的迫害和虐待呢 我一个老百姓啊 因为这个体制的核心 就是反人类罪行的核心 他们根本是拿我当处上 他们对我的行为 实验结果从来是反其道而行之 为什么呢 已达到杀人密口的目的 他们对我的策略 是经济上断绝 民进上搞瘦 肉体上消灭 各级官僚 你知道你们是怎么来的了吗 全是跟着这个故事 做买卖要先讲故事嘛 根据这个故事 把你们提升上来的 李克强就对着出卖刘青山战子上的李克才 习仲勋在解放战争 中国革命中 习仲勋有什么本事 为什么轮到他习近平呢 你习近平为什么不到英国去呢 你为什么在政定修了贾府呢 因为在八十年代 你当了梗标秘书之后 你就早已经知道你是接班人 你胡尽条为什么到西藏去了呢 因为你早已经知道你是接班人 江泽民八九六四事件时候 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接班人吗 无说八道 那你像罗马尼亚干什么去了 这才是真相 所以这笔买卖不仅牵涉到了 当初开始 从毛泽东到保定 当年还是一两年之内 我们家就有亲戚 我们家的亲戚 就有一个家庭家破人亡了 一个孩子成了孤儿 这件事情 有国民党蒋经国的参与 有苏联政府的参与 有毛泽东参与 有美国曼哈顿工程 这些所谓的美国的参与 克林顿政府 克林顿政府揭开了这个秘密 为什么克林顿攻击南斯拉夫大使馆 你当时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让我看薄熙来 造的法轮功的人肉干啊 为什么电视里放肇事故玩啊 为什么他要轰炸你南斯拉夫大使馆 现在在海牙国际法庭 以反人类的处理的 米洛舍维席 卡拉基奇 就说明了你共产党所要做的一切 卡拉基奇 绑架劫持 活摘贩卖 砍头 栽赃里是反个并 这叫卡拉基奇 拿人头基奇 什么叫米洛舍维席啊 你根本是在下一盘维席 你的这些官吏都是这么来的 往后共产党 这些官吏为什么纷纷移民海外啊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体制的原罪 它是反人的罪行 他们把大批财产引逆海外 以待天使一旦杀人 一旦杀人灭口成功 他们就会立马把自己洗干净 洗白 他们甚至已经在海外准备了所谓的社会民主党 那么而且是红二代进行的 也就是说 他们要把自己反人的罪行的肮脏的双手洗干净 要给自己活摘贩卖人口 活摘器官贩卖的反人的罪行 丑恶的嘴脸披上人皮 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成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吗 就是因为这批中国共产党人 第一他要拿钱 第二他要洗刷原罪 所以他治国家民族利益根本为不顾 因为任何经济发展以实业为先 防地产次制 但是他防地产次制 实业为其次 乾坤颠倒 制造他方事故 蓄意谋杀 就是因为这场原罪所引起的 所以习近平早就知道这一切 我把这一切介绍清楚 那么李洪志又是怎么来的呢 李洪志你能不能站出来 你和共产党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要让石家庄市委书记都练法轮功呢 为什么江泽民对你进行了坚决的轮押呢 那么江泽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为什么抄地藏厅呢 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体制下 就只能做活摘器官 贩卖人口的生意 所以他就号召这批人学习他了 干脆把罪行公开做 公开贩卖人体器官 要死大家一块死 这就是江泽民 那么国民党现在为什么大选落败了呢 因为国民党当时的蒋经国 就直接参与了这个贩卖人口 活摘器官贩卖 拿人体做实验品的犯罪行为 这个时候他落选了 突然把蔡英文提上来了 为什么呢 现在在中国这个地面的版图上 出现了一个历史游戏 北有蒙古帝国 中间是金王朝 南面是宋朝 而金王朝的结束 是在蔡州 金朝的皇帝自杀了 现在的台湾总统叫什么呀 蔡英文 我拿的手机是什么呀 金利本手机 大家看清楚了 他们在干什么了吧 所以我把这个罪行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体制 我问你 这样一个一个贩卖人口 拿人体做实验 活摘器官贩卖的 为核心的体制 有改良的必要吗 他能实现民主吗 那根本是个梦 这些官员 上至国家主席 下到小村长 全部都是人犯的 全部都参与了活摘器官办办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员是八千万呢 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 有八千万人被镇压了 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背后 都有一个亡魂 也就是说 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手上 都有一条人命 你是不是杀人犯 你自己看着办 我杀拜中国人民群众 这样走过来的一群人 发动资产阶级革命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们已经通过这场游戏 成为了资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 他们却要革命 他们革什么命 他们已经是了 明白了吧 他是为了洗脱这场原罪 所以他就以上层建筑改革为名 对我进行蓄意谋杀 制造中国经济的空转 空壳 把巨额财富隐藏在海外 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 一旦得手 他们就马上返回中国 再继续用谎点 欺骗人民群众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那么现在 我叫谈一下习近平同志 习近平 你上台来是干什么的 习近平属蛇 毛泽东属蛇 蛇是大蛇是小蛇 老蛇生小蛇 大蛇吃小蛇 习近平来自于福建 福建是人蛇呀 他爹弄的深圳特区 那有一个蛇口 人蛇是什么呢 贩卖人口 活摘器官贩卖 现在有一个南朝鲜的 贩卖人体器官的 已经投案自首了 那么习家人始终在和人蛇 纠缠在一起 那么你习近平上台 毛主席的指示是什么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江青说的什么 你们罪行 你们干了什么 你们怎么能这样干 邓小平承认这是犯罪 但是你习近平 其中一件很明摆的事情 为什么习近平不代表江泽民呢 但是他又为什么 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江泽民身上呢 当大家都去看江泽民的时候 还有谁注意在我这个房间里 有人已经持续用微波武器 对我行凶了八年 并且在这里伪造历史 伪造成堂成功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刚才已经讲到 金王朝的皇帝 是在蔡州自杀的 对吧 毛主席说过一句诗词 就是 今日长英在走 何日富庶仓龙 习近平先进行的是军队改革 那么 我和习近平到底什么关系呢 我在海淀长远天地上班 对面就是八一中学 在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 习近平参观了八一中学 也就是说他到我的对面去了 我的老板姓什么呢 姓季 把你捆起来再给你季上 我坚决不干 那么到 东边呢 他给我介绍了一公司 在东西门叫东水井 叫我跳井自杀 习近平你想干什么 杀人灭狗吗 习近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活动的呢 从2008年 习近平我在神州数码 他们以上层建筑为理由 在神州数码 我就遭到了惨不认定的迫害 当时习近平就是主要的参议者 其后他一直在幕后行动 外面的宣传都是假的 直到2009年开始公开 对我脑控行凶 忘头摆我至死至残 杀人灭狗 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 他不得不打开网络 允许我翻墙 在国际社会发表我的言论 但是至今他还在国内封锁我 他不允许我在国内揭露真相 这就是习近平 那么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怎么样呢 已经彻底失败了 他的大经济的计划有可能吗 毫无实现的可能 那么人们就奇怪 习近平在经济上毫无建树 又拼命的进行反腐 他到底在干什么呢 今天中国的反腐是贪官打贪官 他一边在消灭山头反对宗外主义 一边在拉起自己的人马另立山头 那么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出于什么状况了呢 大批的钱财在习近平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的指挥之下 已经转移到了海外 海外的新闻网站 媒体 完全被共产党虚假的政治消息所覆盖 那么习近平同志在国际社会上要做了什么呢 通过照片 我发现就我这件事情 习近平欺骗了哈萨克斯塞兰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 李克强欺骗了津巴布韦总统 穆加贝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和关系 在外面说谎了 那么为什么对我进行大规模的慢性 大规模大纪量电测辐射呢 是想慢性谋杀 也就是说大量外资和国内金钱 表面的宣传 我们要吩咐 我们要制止资金流动 但是却有组织有计划了大量的转移海外 完后 通过金钱收买国际社会 对我进行诽谋 妨讨洗刷臭名 那么下一步他将干什么呢 制造中国社会的崩塌 制造混乱 他想干嘛呢 他想洗刷臭名 因为他已经海外埋伏好了 准备发动他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 中国老百姓你醒一醒啊 他们是资产阶级 他们守护香港的守护政权 他们需要革命吗 他们不需要 需要政治改革吗 不需要 他们关心的是洗刷他的 反人类原罪 所以他们把江青所说的一切 玩到了登峰造地 然后在国内 制造各种问题 那么反腐的过程中 为什么这么多人自杀呢 这些自杀的人又知道什么呢 所以习近平的真实目的 一不是政治改革 二不是民主 三不是毛泽东 四不是共产党的罪行 他的目的是什么 洗刷国家的原罪 继续散布迷天大谎 掩盖罪行 然后呢 把贪污腐败的财产 牢牢的钻住在 钻在这一伙利益集团的手中 其他的不过都是 歧视道明的把戏 为什么如此呢 这么多的阴暗 为什么没人解决 这么多的诈评案 为什么没有人解决 所谓的那些抓贪官 不过是在棋盘上 重新买鸡子 一旦造成局势 他就可以继续进行 活摘人体机关贩卖的罪行 直到对受害人 达到杀人秘肯的目的 所以习近平 就像那个瓦尔套保卫 撒拉热窝里头 那个两个 德国军官一样 他们以运送伤兵文油 文油 去到油库接油 完后 发动法医司的军队 继续完抗 所以期待中国民主和共 民主和政治改革的人 不要再希望了 你们过去那些官员 对我的仇恨 是完全错误的 你们恨错了人 你们那些老百姓 对我的骂骂和侮辱 是完全错误的 你们骂错了人 拿着钱 拿着巨额财富的人 拿着枪杆子的人 守国政权的人 要已经拥有这一些的人 你还要革命吗 不是吧 你犯罪了吧 所以中国的问题 我相信毛主席 相信毛总主席 相信江青 相信邓小平 这是犯罪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立即放人 现在他们 王岐山 在02年 在海南岛的经济建设 他毫无建筑 天天修公路 完后2002年到了北京 从2002年起 他到北京的当年 我就遭到了流氓的威胁 后来又出现了秘云踩踏实践 所以大家看清楚了吗 习近平的目的 不是政治改革 不是经济改革 不是精致转成 不是经济转型 不是军队改革 他的目的是想洗刷 共产党的反人类原罪 达到杀人灭口 谋财害命的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 习近平的亲人 也直接参加了巴拿马文件 为什么习近平频繁出发 但为什么他要一败涂地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事成真相 你何必多次一举 共产党人 这段路走过来 我对得起你共产党 我没有害你 你为什么要 蓄意谋杀我 也就是说 在2012年 我就一直在跟你共产党说 摆在我们家 对我进行脑控神经控制 武器行凶的罪犯 全部抓下来 处决 公开身份处决 停止你的人体实验 停止你的活摘器官贩卖 公布我的财产 返还赔偿 我给1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信 我给1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信 我通过我的朋友 给一些红二代 包括毛新宇 刘元写了材料 你们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退避三社 为什么沉默不语 为什么视而不见 你们怕什么 所以你习近平上台 不是为了反腐 不是为了政治改革 不是为了经济 你习近平的真实目的 是为了杀人灭口 谋财害命 洗刷国家原罪来的 这才是你习近平要干的事 而毛主席告诉你什么 放人还钱 杀死罪犯 但你习近平正向晚 刚才我说的 在那个姓纪的 在那个八一中学那边 我那是打工 我坚决辞职了 你也看到了 那个冬水警方 让我自杀 我坚决不去 房地产让我自杀 我坚决不去 那大家看看 习近平同志到八一中学里参观 这就是习近平的真面目 为什么习近平的经济毫无建树呢 为什么习近平的经济改革 他的军队改革 他的反腐 弄成这样一团糟呢 为什么中国政府已经空转了呢 为什么中国的大批资金 在这么多海关人员 攻击法制员军队的开国亚 还能大批流亡海外呢 因为这就是你习近平干的 你习近平的目的是什么 共产党我对得起你 我受了这么大罪 你挣了钱了 但我没有想到最后 你要杀我灭口 那个凶手给我留了一张字条 说叫我父亲把钱还回去 我父亲没什么钱 让我把我父亲扫地出门 说让我在家里体面的死 就他不仅要给我父母投毒了 而且还要让我体面的死 这就是这个凶手 你习近平王岐山不知道他是谁吗 你为什么不带鬼 现在天天在我屋内进行 微波武器行凶的犯罪凶手 连奥运村派出所都知道 有一会儿东北人 凶手给我打电话来了 声音就是北京来 就是北京地面 你王岐山身为北京市委书记 十多年 你不知道是谁吗 而且我有所耳闻 这些人好像就是你王岐山部 你们想干啥 你动我一喊毛室 我不怕 你动我一喊毛室 在十个注册地址 十九家公司 你们为什么不给我钱 为什么不放人 我知道你们过去 曾经有多起命案 曾经大规模组织卖淫 曾经忘给我投毒 曾经传染我性病 你们的行为 你们看看国际社会 东南亚那个跟蛇 住在一起的人是谁呀 美国在关塔纳膜 怎么会做皮肤 坚准石油的皮肤病的实验呢 哇 这不可能 俄罗斯人为什么在我医院的时候 有一个俄罗斯的女孩 来看着我干嘛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凶手 我这里全世界监控 你为什么躲着我 你为什么凶手不敢露脸 你打电话 跟我 对我进行谩骂 让我做精神病 替你掩盖罪行 门他门 油本里站 你这个反人的愤怒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 习近平不是来改革的 如果你们认为他是来改革的 这就错了 中国的下一步很有可能是他方 他方之后 他方之后 经济停滞 他方之后 那么中国就可能形成社会革命的风潮 这个时候就有人火中起诉 趁乱把自己披上人皮 跃上政坛 摘桃子 然后呢 他就想把我这个原来 这块石头做人体实验的石头啊 要么终生囚禁呢 要么杀人灭口啊 哎 要么跟你 跟你 做暗中交易 让你替他披上人皮啊 再同谋不轨呀 他的一切的目的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贪污腐败集团 为了把自己的钱财 通过这一场所谓的革命 政权在他们手中 枪杆子在他们手中 钱在他们手中 他们革命啊 他必须有一个过程 把这些钱转移到自己的手上 洗钱 洗成合法化 他成为私有资产的大资产阶级 这就是他们的真实目的 我看你敢动我一个蛤蟆 试试 中国的资本家是什么样啊 王建林先生 我很尊重你 但是就比如说 中国的首富王建林先生 如果您看了我的视频 我应该声称我很尊重你 我相信你是有能力 我不能否认啊 但是呢 你在跟鲁玉的说的那句话 采访中说 您的钱是干净 不带血的 没有原罪的 实际上这可能体现您的文化 知识水平不够 我问您 您自己都说漏罪了 您发财挣的一千万是什么时候 89年 89年发生了什么 死了多少人你不知道吗 而且您的儿子是一个很可爱的年轻 也很聪明 那我不得不承认 但是你一看他就是没有受过割礼的 割礼您懂吗 我不知道啊 这男孩有割的包皮 防止这个生殖器癌症 受过割礼的 就是信仰基督教 信仰上帝的那样一个基督徒 他不是 而且王建林先生 您为什么发财呢 您在大连 辽宁有什么 辽宁有马三家 有大连的实力疆 这里的水有多深 我不想去谈 我也不想去了解 也就是说很多中国的资产阶级 包括马云马化腾 我就是那匹马呀 你们俩不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怎么来的 你们不知道吗 没有我这块石头 被活摘器官贩卖 家人2.68年被杀掉一个 做人体实验 你们哪有今天的 私人飞机上的打投资 哪有你们的耗掉 几百亿的财富 哪有你们跟奥巴马的畅谈 哪里有你们今天的复合帝国 你们看我暗眼是吗 你们想官商勾结 这为死地是吗 你们以为像卡拉基奇一样 给我使绊子 从经济上断绝 明显的老臭肉体中消灭 完后砍下我的人头 祭祺 你就可以掩盖你的罪行吗 你错了 因为全世界都看着中国在干啥 我这里是世界监控 王岐山我跟你说 你安排的这些脑控凶手 每天在我屋子里 行刑犯罪的一举一动 都将被记录在案 这都是你们的罪证 所以习近平在外面所宣传的一切都是假的 习近平的核心目的是洗刷政治原罪 这是他的政治任务 其他都是假的 那些资本怎么外流的 那是因为习近平参与或者睁眼闭眼 流出去 那是为了下一步他方制造社会动乱 发动所谓的革命 他们在假模假式的从多江山 哎呀 本来就在上头 他还要再拽一圈 为什么呢 要重新披上一张人皮吧 看 我不是黑山老妖 我不是白骨精 所以我和你习近平 你们已经惨无人道的迫害了我们这么多年 搞得我们家破人了 快家破人了 我问你中国共产党 从08年起我们家就死了两个人了吧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官员 上纸国家领导人各级官员 包括习近平 您觉得人肉好吃吗 人脑的好吃吗 您要不要添点酱油再放点盐呢 人肉吃多了酸的会好消化 这个谋杀绝不是像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 嫉妒的谋杀 那酸楚的心不是因为嫉妒 是因为人肉酸 人肉是酸的 胃酸 他是食人足 大家清楚了吧 所以这就是习近平的核心政治任务 是洗刷原罪 这就是为什么江泽民虽然公开贩卖人体器官 共产党人却难道无可奈何的原因 因为这个体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2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那一时刻起 共产党就和苏联美国英国国民党 先是国民党和苏联调取此事 然后美国和英国在冷战的条件下开始了这个犯罪的旅程 作为中国人我对得起良心 作为中国人我对得起每一个谩骂我的中国老百姓 每一个侮辱我的中国共产党干 你那个北伐的那个党委书田不骂我是流氓吗 我一生没坑 为了九千块钱呢 九千块钱呢 他对我来说这一笔大不小的数字 因为我挣了这九千块钱 我可能会失业半年 大家知道吧 挣九千块钱 我可能会失业半年 我跟大家说我们家现在的收入 连北京是平均工资 连北京是平均老百姓 平均工资的水平都不够 我们家三千多块钱 要我和我母亲不紧 我母亲看病 还要吃喝所有的工作 这就是国民 中国共产党 我们家穷成这样 你拿我注册了十家巴拿马 十个注册地址 十九家巴拿马公司 你要挣多少钱 你以为你可以杀害我洗刷原队吗 你以为你可以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把资金转移海外 制造国内的崩塌事件 再次制造动乱 企图图谋不轨吗 这就是为什么 你问我要处理周永康 处理令计划 处理令完成 有人想杀手 我坚决不同意 有人想严肃治薄熙拉一死地 我坚决不同意的原因 你习近平早就知道 你江是干什么 你习近平来自于江浙和江 浙江和江苏 那是脑控的重灾区 你习近平来自于福建 福建 很早就是偷动 贩卖人口的重点地区 你习近平一全 你的憨厚是假的 你习近平的核心目的 主要是习近平一全 但我觉得你觉得跑得了吗 我的巴拿马铸造公司 三个地方 杭州 毛泽东的第二股乡 陶思勇 乾隆皇帝的封密无边 这水有多深 乾隆目慈禧目会道 你一清二楚 天经 溥仪的张园 还有呢 水晶 毛东塔那 全人都看着呢 这么多人都看着呢 你现在为什么要把 要把张庆伟呀 大家去看看啊 张庆伟 哎呦 他很伟大 知道吧 吴春华 知道吧 娶了一个少人民族女人 吴春华 汪洋呢 水王嘛 这个人呢 有水平啊 知道吧 孙政台嘛 张东孙吧 这张家的孙子 政治的材料啊 你还想把继续这些人 弄上去吗 中央军委副主席 房峰辉 我不就在屋子里了吗 现在有什么王小冬啊 又是什么 王东峰啊 你要干什么 习近平 你要干什么 你的目的是奔着2020年的冬奥会 我跟你说 习近平 没有十九大 到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结束 没有2020 没有2030 你还想继续活着 发卖你的人体器官吗 你拿谁当傻子 这二十多年 是你共产党不知道我呀 还是我不知道你呀 你到八月中去干什么去了 在毛泽东 在毛泽东 试试 今天的日子 你又给我布了一个人体实验厂 让我动手替你把人干掉 对不起 我不干 习近平你想干什么 大家知道了吗 经济 政治 军事 这都不是习近平的目的 习近平目的是洗刷原罪 妄图给他共产党这个反人类的罪行 从他一建国就持续到今天的这个 以人体实验贩卖人口 活摘器官贩卖为核心 持续进行了多少年的罪行 挂上一个句号 披上人皮 你们以为只是江泽民在干这事吗 太幼稚了 很早就开始了 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 江泽民只不过是把他公开化了 仅此而已 李洪志 李洪志 稍微有中华古典文化教育基础的人都知道你是个骗子 赵紫阳到了长春 然后就出了你李洪志 你说赵紫阳什么关系 你哪也不去 为什么去加拿大 你先打入了政府机关 完后 开始认押 你马上说你与政治无关 多少人付出兴趣和生命代价 你站住 所以习近平 你不要再骗了 好吧 大家也知道中国将要化成功 让他乱起来 拎包 把钱通过革命的形式 把钱洗到自己的手上 披上人皮 我问大家愿意吗 人民群众 各级官吏们 你们看我不顺眼 你骂错人了 因为我的存在 你挣了多少钱 你搞了多少年 你们这孩子到海外留学 学成了吧 光王健林就330亿美金 王健林就弯流50了 私人飞机 看我不顺眼了 想杀人灭头 你动我一事 我要结婚了 我的老婆是满族人 叫西特拉什 叫西悦 他也被人老公口害 他被公民党害得很难 西悦的姑姑 也死得不明不明 当时周恩来轻辟 从东北到北京 也就死了 我不想那么多了 不管西悦是什么情况 我会坚定的 和他转来一起 共产党 我要和你划清界限 你不能毫无人性 你挣到钱了 你放了罪 你就得认 你就得杀了罪犯 还钱放人 你是不是人 习近平 你有没有人文 你有没有人性 王岐山你是人吗 你有人性吗 你王岐山要人性 你为什么天天 用神经控制武器 破坏我 胡锦涛主席 你在 你觉得你用电子武器 殴打我 虐待我 你痛快了 痛快了 让我祝你不快 好吗 你们把钱给我 我要移民 跟你中国共产党 做你就一切关系 每一个共产党人 一两种身份证 在我眼里就是 用 他背后有一条人命 用 他是实际主 用 共产党 他拿了我的钱 请你换钱 我不反你共产党 我不反什么社会 因为在我脑子里 没有社会 和这么一种 没有共产党和国民党 我这人看事 看事 大到天下 小到个人 我只看人 一个人 几个人 一群人 一伙人 一堆人 一片人 我害你共产党了吗 没有吧 那你为什么还不会解 为什么天天还在对我记忆 你为什么还不把凶手除去 你为什么还在国际社会上撒谎 李克强总理 你就要触碰加拿大和古巴了 坐着国家 坐着国家的波音侵死器的飞机 这一趟你几千万吧 我问你 特鲁多总理的那张 那个白秋温的纪念章 白秋温的纪念章 白秋温医科大学就在长春 我觉得长春遭受的迫害 您觉得您好意思 接过特鲁多总统呢